格林多后书第八章 弟兄们,如今我们愿意告诉你们, 天主在马其顿各教会所施予的恩惠, 就是他们在患难频繁的试探中所充满的喜乐, 和他们极度的贫困所涌出的丰厚慷慨。 我可以作证,他们是尽了力量, 甚至超过了力量,自动地捐赎, 再三恳求我们准他们分享供应圣徒的恩惠。 他们所做的,不但如我们所盼望的, 而且按照天主的旨意, 把自己先奉献给主,也献给了我们。 因此,我们请求帝多, 他既然开始了这慈善的事, 也在你们中予以完成。 就如你们在一切事上, 在信德、语言、知识和各种热情上, 并在我们所教育你们的爱情上, 超群出众, 这样,也要在这慈善事上超群出众。 我说这话并不是出命, 而是借别人的热情来试验你们爱情的真诚。 因为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赐, 他本是富有的, 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 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 我在这世上只给你们贡献意见, 因为这样更适合于你们, 因为你们从去年不但已开始实行了, 而且还是出于自愿。 所以如今, 请完成你们所实行的事吧, 好使你们怎样甘心情愿, 也怎样照所有的予以完成。 因为只要有甘心情愿在, 蒙受悦纳是照所有的, 不是照所无的。 这不是说要使别人轻松, 叫你们为难, 而是说要出于均匀。 在现今的时候, 你们的富裕弥补了他们的缺乏, 好使他们的富裕也弥补你们的缺乏, 这样就有了均匀。 正如所记载的, 多收的没有剩余, 少收的也没有不足。 感谢天主, 把我对你们所有的同样热情, 赐在帝多的心里。 因为他接受了我们的请求, 而且因他更为关心, 便自动地起身往你们那里去了。 同时, 我也打发了一位弟兄和他同去, 这人在宣讲福音上所受的赞美传遍了各教会。 不但如此, 而且各教会也派定了他在这恩惠上做我们的旅办。 我们尽管这事是为主的光荣, 并为表现我们的好心。 我们这样防范, 是为避免有人在我们所经管的这巨款上来毁谤我们。 因为我们不但在主面前关心我们的美名, 而且也在人的面前。 我们还打发了一位弟兄与他们同去。 我们在许多世上, 屡次证验过他是热情的。 如今, 他因对你们大有信心, 当然更加热情了。 论到帝多, 他是我的同伴, 为你们也是我的助手。 论到我们的那两位弟兄, 他们是教会的使者, 是基督的光荣。 所以你们要在众教会前, 向他们证实你们的爱情, 和我们对你们所有的夸耀。